另一個比較重大一點的影響因素 我覺得就是加息的憂慮 我們上次上來應該有說一下 究竟為什麼美聯儲都不肯加息呢 而且我又覺得不是那麼害怕的 因為我不覺得他們真的那麼亂來的 只不過市場很多時候會因為這個情況 之前都差得很高 會因為這個情況而是有一點短期的沽額 有這些沽額起上來 其實都是大家估摸一下究竟會調整到什麼程度去彈 其實大部分或者是整體三大指數來講 今次的調整大約都是去到 譬如道指為例 這裡就是去到近10月那裡 10月那裡其實就是這幾個月底來的 很快都是彈上來的 還有如果從高位調整那裡 你可以連到一條下降季出來 其實前幾天 前那兩天 已經是突破了這個短線調整的下降季 那我偏向會看好的機會大 那叫做沒有那麼好 就是這幾天彈得那麼急 其實就不是說很大的成家配合 但是OK啦 又不至於太小 我想傾向都會看好 不過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繼續有這個加息的憂慮 一些高增長型的股份 比如應該有些都在說過 很主要就是一些中小型的爆發型增長的科技股 例如元宇宙或者很多就是虧損一些的 少一些的 其實很多都是的 那些就會比較受壓多一些 這兩天就彈上了一些 其實他們是跌了很多之後彈上了一些 那些會比較受加息那邊的影響 對死口比較敏感一些 那這個我就覺得未必這麼快去吸納著 其他整體就問題不算太大的 就算一些的科技股 例如是大的科技巨頭 其實有些仍是創新高 例如剛才你也有說蘋果的消息 其實蘋果仍是創新高的 那大科技股其實對於息口的敏感度比較低 因為他們已經不像高增長型一樣 在虧損著 因為虧損的企業 或者是他們為甚麼虧損的企業 還可以炒到這麼高 其實是一個炒對未來的憧憬 那加息就影響著未來現金流 所以對於那些公司其實影響是大一點 那你見到其實大的科技股 FAMG這些 其實他們已經不是那些爆發型 其實已經是那些藍炒的級別 那所以就其實沒有那麼大影響 你說大市的影響就算是 消化完一陣的借細調整的企業 那傾向都會看好一點 當然你說究竟這個加息優惠的困擾 是否持續都會困擾著一些高增長型科技 我覺得這裏會多一點點憂慮 那應該未必說這麼快去入場 那那些類別 剛才也既然說到蘋果 不如說一下 因為到時有些好消息出來 股價都很強 其實近代都已經 那又破了頂 那有否條件說現在短期的升勢 還可以維持 我覺得現在其實挺超賣的 其實我有課的 我覺得挺超賣的 那現在就入就未必太好入住了 因為都配合著消息 在這樣的急升階段 一般急升了其實就不太建議入場了 你急升你等它下跌下來 才再去入場 現在就最近的房上位 應該是11月尾12月頭的底 那裏做過參考的短線的支持位 就是其實你不下山的位 都可以繼續拿著它 我想大部份拿的朋友 都是比較中長線的 都未必太過去理會短期的震盪 我都是中長線拿著 你大家都有課 有一點點 是啊 我剛才能考慮到 那個同時 不止 不得 我剛才能伺服 我剛才能說 我剛才可以說 了 是